需要的部分 底下大概到文學風格吧 底下後面的話是 有七八九 衍生就是六 六七八九 我覺得那個七八九這幾個好像比較不需要 所以我把這個拿掉了 我大概就做到六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已經加到七八九 那你請你把這個七八九拿掉 OK 那當然你可以這樣 先把它Delete Delete掉之後 記得點右邊一下 它就會把七八九的部分拿掉了 OK 那我們按部就來看 基本上你可以這樣子 在Home的部分可以先不要動 Home等下再來做好了 那我們升屏部分是第一個 那你怎麼確定說你做的沒有錯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游標如果放在這一邊的時候 那同樣的 它也會指到你現在的位置 請注意看一下 因為我發現同學很容易做錯的地方 就是說 沒有確定是不是同一個page 不過如果說你這個地方page連結不對的話 以後 裡面連到的東西也是不對的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東西設計 要非常的細心 絕對不是胡倫吞爪 OK 一定要細心 因為上禮拜也是很多同學 就做了 要再把它改回來 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如果前面做對了 後面都不用改了 所以第一個請你把那個生平 那生平呢 因為我需要有五個 五個項目 那我這邊可以做成清單 將來的話呢 可以連結到其他的底下 包含就是家庭背景 連結到這邊 然後呢再來什麼 出生童年 所以你可以怎樣 把這個出生童年放在夜首 把結婚放在這個夜首 那裡面內容部分的話 在我們的那個 需要的東西裡面都有 所以你把夜首部分先貼上去 那確認一下有沒有 這個優标放在這邊 這個應該是一支五 這個也是一支五沒錯 OK 那內容部分的話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什麼呢 把那個 我們的那個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這個部分 這個區塊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複製貼過去 那可以想見 應該徐志摩 從小就是家庭富裕 不然的話怎麼可以 他非常早以前 民國初年 就已經到歐洲自由行 我就覺得哇 真的是太讓他羡慕 在那年代 可以到歐洲自由行 即便是現在 當然已經方便許多了 不過現在要去歐洲自由行 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所以可想而知 他是一個什麼 家裡應該是還非常有錢的 擁有什麼一座發電廠 哇賽 一座什麼煤醬廠 還有這些東西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什麼 小錢莊 原本上就是現在的銀行 所以可見他家裡應該是非常富裕 那童年部分的話 其他的都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部分底下的東西 一直到哪裡 一直到結婚這邊 把它貼過去 貼過去貼過去貼過去 底下的部分的話 就分別一個蘿蔔一個坑 把這些東西都貼上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就是二的話 就貼著一個 上面有目錄 你就對準一下 把它先貼 也許你可以先把上面的頁手部分 先貼過 這個是主要作品 那貼的時候特別注意 小心一下 這邊是不是三 是三沒錯 然後文學風格 那文學風格底下會有兩個 一個是心思 一個是閃文 貼的時候也是一樣 確定一下是不是四之二 四之一 如果沒錯的話 那就往下貼 我想方法 基本上應該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吧 平價 然後把底下的東西再貼上 OK 其他的內容自己再貼 至少那個標題先貼上 那貼上完之後的話 等一下我們再來處理 那記得就先把它儲存好了 先把它儲存檔案好了 那儲存檔案名稱的話 請你把前面的名稱改成index 記得字不要打錯 後面的副檔名留下index.html 儲存 OK按一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我們基本上的架構就完成了 好的畫面先還給各位 這書的部分在這 生平跟文學風格 因為它底下還有紫項目 那也就是說 我們階層就是先一個home home下面呢 會有一支 比如說第一嘛 是生平這個 那它底下呢 又會有五個 所以等於是 有點像是 這個這個往下一層 等於是總共有三層 那另外四也是一樣 所以第四個這邊也是 四這個 我畫的可能比較醜了 OK 因為這個用滑鼠畫不太容易 主要是 讓各位了解 這個四 有了四支一 四支二 OK 然後這個前面有個 一支一到一支五 那做法的話 當然如果你需要 再往下看的話 在這邊各位可以看到了 這個是夜首做出來的樣子 那生平 如果你生平跳進去之後的話呢 那理論上 我是把它放一個清單就好了 因為底下生平底下會有四個項 四個指項目 那就是怎麼樣 把那個裡面的指項目呢 做成這樣子 OK 然後呢再往下 意思這個沒有 那主要作品這個不用 文學風格也是 因為文學風格裡面還有指項目 所以文學風格裡面的話呢 那我就是給它指項 或者在這個清單的上面再加一點字吧 那如果我們它裡面 文學風格裡面呢 假如沒有東西的話 那你就直接呢 就放什麼兩個 就是清單 讓人家可以往下點擊就對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文學風格的部分 這個 你明白嗎 文學風格底下是沒有東西的 空的 只有心思跟閃文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個 完成的畫面就長這樣子 心思跟閃文兩個就可以了 那將來點擊下去之後的話 你再去連結心思跟閃文的內容 OK就可以了 大概我的邏輯是這樣子 也就以後呢 如果你要把一個APP做出來 大概你可以一直往下連結 那當然如果心思裡面呢 還會有心思的作品 那你可以把它所有比較著名的心思作品找到 點進去 還可以在立一個清單 讓人家去點擊 那這樣的話呢 實際上就非常完整的 讓人家非常方便去閱讀 所有一個文學作家他的作品 那其實包含這些 我想就足夠了 應該對於一般人 了解一個文學作家的話 我覺得是還蠻方便的 尤其前來沒事的時候 要滑手機 滑的東西不是玩遊戲 而是看一些文學作品 感覺其實是不一樣的感受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部分 那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逐步的分別 再來完成 就是第一個把頁面給全部建立起來 那也就是說後面有扣掉三個 所以原來是七個 又扣到三個的話 就十四個就可以了 那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要把我們的首頁做出來 這個首頁裡面的話呢 大概基本上包含幾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放一張他的照片 放中間 下面的話呢 放他的名字 然後呢 在這個中間 這個中間 其實也是夜鎖 其實這個地方是放夜鎖的地方 放一個NetBar NetBar裡面有四個東西 那四個東西的話 上個禮拜有做過啦 類似的 上個禮拜有三個 那這四個 這個NetBar裡面的話 分別要連結到 深屏 意識 主要作品跟文學風格 顏色的話呢 分別是用藍色的 也許是銀色的 灰色的 黃色 這個可能有色差 所以 也許這個是灰色 這是銀色 你可以給 給一個顏色 再來的話呢 再放icon 這個是information 這應該是refresh吧 這個是gree 格子 這個是search 就是你上面的話 你可以去找它的icon 然後分別把它放上去 再來的話呢 可以讓人家連結到 需要的升屏 意識等等的這些 那底下的部分 就是放目錄需要的 不過齁 在那個 我們最後看到的 這個部分 上個禮拜的清單 它外觀不是圓角的 各位有沒有發現 好有沒有 那其實我們還可以把清單 我是覺得做個圓角 感覺好像 會比較起來 感覺會 比較不會有那種 壓迫感 感覺好像會比較smooth一點 所以這邊的話 要怎麼樣把它變成一個清單 它是一個圓角的狀態 基本上只要做一個設定 所以我覺得 利用那個JK Mobile 把這個畫面做出來 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我們逐一來做 首先首頁部分 我們先加上那個圖檔 所以基本上你就把圖放進來 那圖怎麼放過來 你可以把Image裡面 第一張圖拖拉過來 那它拉過來之後的話 基本上它的圖應該是比較大 你可以把它稍微做個縮放 拖拉到那個你的 HOME裡面的最上面的部分 然後呢再把它做一個縮小 這個地方可以再縮小一下 把它縮小一點點 不過這個照片 是黑白的 感覺 蠻像是那個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你底下再放三個字 徐字母 特別注意喔 我是 你如果要下面放文字 記得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 請你不是按Enter Enter的話 因為中間是換段 請注意 如果你要打字的話 請你按Shift 按住再加Enter Shift加Enter是換行 Shift按Enter 這個時候是換行 那換行跟換段有什麼差別呢 換行 它是貼在這個圖的下面 我是用這個地方 我是用換行 OK Shift加Enter 文字跟圖會貼在一起 可是如果你是換段 Enter的話 這個 如果你把徐字母這個字打算 你會發現喔 圖跟文之間呢 它會有一個段落 會距離比較遠 會距離比較遠 所以特別注意 等一下的話記得喔 如果你要加一個 徐字母三個字 在下面的話 請記住喔 請你在最右邊的地方 按Shift加Enter 然後再把字打上去 最後呢 請你再把這個圖跟文 把它做為一個字中 那字中的方式其實非常簡單 請你先把下方的HTML的效果 特別注意喔 在下方你當然這邊有一個 它的一個屬性列 那屬性工具列裡面呢 它沒有自中的選項 所以如果說你要自中的話呢 請你用什麼 CSS這個 點擊CSS之後的話 再點擊最右邊算過來第三個 有一個自中對齊 特別注意喔 把這三個這兩個圖跟文選起 然後呢把它自中之後喔 這個時候呢 它會出現什麼 要不要新增CSS 那當然我們就按確定就好 它會自動幫我新增一個CSS 因為自中這個樣式喔 你必須要建立一個樣式表 不像握得那麼簡單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們怎樣 產生一個自中的這個 這個效果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自中的效果把它套用上去 套用上去之後的話 它就會有自中的這個 這個部分的效果產生了 把它控制一下 剛剛是不是選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話 新增的CSS 把這個選取 自中 這個類別 我看是不是編輯 OK 理論上應該是按自中啦 不過是不是剛剛套用的時候 是不是套用 選的 新增CS 規則 我看 這是預設應該是新增CS 新增 行內樣式 試一下 這個我印象中是這個 新增行內樣式 然後把它按自中 OK就可以了 這邊特別注意 CSS 比較容易做錯 預設應該是這個 新增行內樣式 如果等一下 假如說不是新增行內樣式 請各位注意一下 再選擇這個 自中 它就會幫我自中 OK 那做好之後的話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就是NetBar跟ListView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把結構部分先確定